星月皎洁 鸣合在天 似无人生 身在树间 不容置疑 公交车站必定都在马路边上 驱车寻找能节省不少时间 瞧 前面就有一个 让我去碰碰运气 杂牌饮料和二级包 嘿嘿 原来并不是啥都没有嘛 马路对面还有一个 过去看看 一把啤酒二手枪 虽然伤害不高 但好歹是件杀伤性武器 就拿它来傍身 黑夜无论多漫长 白昼总会到来 迎着第一缕荣光 我来到这万籁聚集的农场 下次查看那贴满小广告的公交站 哦 冲锋枪和镰刀 这一下我的战斗值又提高了 但想遇百名敌军搏斗 我这装备简直是以卵击石 不堪一击 于是我又马不停蹄的来到研究所附近的公交站 相较之下 这里飞的概率更大 哇哦 真的哎 居然有一把Ska 还有一机甲 能在这小铺站里搜出Ska 我是不是还挺幸运的 刚准备驾车离开 不料 研究所里的人对着我一通操射 小布人昨晚大谋 带红尘送完物资 并与你们一较高下 一路风尘仆仆来到G港 只为拿到更多的物资 好让我报仇雪恨 但似乎天宫不作美 G203过了七八个公交站 都空空如也 一无所获 这怕不是做空城吧 我只好作罢 独圈僵缩 新的安全区范围太小 能搜到物资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沿路击杀三人后 我快马加兵赶到 将车停在门口 利用我矫健的伸手 在房子间来回跳跃 大不留心走过屋顶 随即翻上这个 这个类似火箭筒的高台 场上剩余14人 为增强胜算 我必须在高处伏击 这高度 一般人可注意不到 我仔细地查找敌宗 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嗯 好像听到脚步了 成功将其淘汰 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此时 新的毒圈又出现 而我身处安全区内 自然高枕无忧 可以尽情享受居然的快感了 前方红房子边 好像有人 我立马开进查找 只见一个黑羊 趴在地上 匍匐前进 找好机会 我果断射击 哈哈 纵使藏得在身 也逃不过红尘的火焰 金金 为了避免暴露我的位置 我趴倒在地 仔细查探周围 突然 二三五方向又枪声传来 同时 高台底下还有清晰的脚步声 我一边用耳机听着脚步 一边隔暗关火 只见空头附近 有两辆车正在交锋 断兵相接 打得不可开交 突然 枪声戛然而止 但 这只是暴风雨前 片刻的宁静 紧接着 第三辆车加入战斗 枪声四起 见他们纷纷下车 我瞄准射击 奈何距离太远 没有命中 远处的敌人 暂且不管 近处的歹人 如梗在喉 见你徘徊良久 是时候送你一程 解决你 冲锋枪就够了 成功祭导 等我装弹上膛 就将你捕杀 哎 你又是哪里冒出来的 是来抢人头吗 两人接连倒地 此时毒权再度刷新 我必须转移至下个战场 嗯 前面房子里还有脚步 我顺手将其解决 另外两人就不补杀了 就留他们在毒圈外 自生自灭吧 场上只剩四人 是时候过去与他们一较高下了 看着炮火和满地的盒子 刚才的厮杀让人不寒而栗 只剩草丛里还有一个伏地膜 我向右打满方向盘 蒙踩油门 直接将其淘汰 不好 右前方有人向我射击 瞬间 我的血带就溅了底 恐怕已无力回天 唉 此次任务失败 我是红尘 距离九品高手 还许完成九十封命令 下次任务 请在评论区下达 红尘地会一血迁持